我非常高兴和安倍晋三首相再次见面 近年来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沟通 共同引领中日关系改善发展 中日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文远同首相先生一到 加强高层战略引领 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活着